大麻乐坛在天心丁 Ledwalk Star推出首位唱创歌手 Julio黄明镜 在9月8号举行的Julio黄明镜首张 EP Yellow的新闻发布会上 Julio表示可以顺利发行专辑 要感谢很多协助他的人 曾经参加过2008年 Astro新秀大赛的Julio 虽然不是冠军得主 不过Julio希望在将来的音乐路上 可以爬上冠军的位置 制作人管启元老师被邀请上台 阿管老师说 Julio在制作专辑方面非常规茅 不过Julio解释 只是想呈现最好的部分给大家 Julio在记者会上不小心爆料 EP当中有一首是写给前女友的歌曲 阿管老师说 一开始录制这首歌时 一直唱不出味道 后来Julio一个人躲在录音室里 看着前女友的照片 才能顺利完成录制 Julio曾经不是因为 自己当上歌手才分手 其实另有原因 不过Julio表示 分手后经历了很多 同时也有了很多创作的领点 其实分手本身有蛮多原因了 发装机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子 然后 不过我也很谢谢她 因为我其实之前唱歌 也没有什么感情 不过经过这次分手过后 觉得好像体会蛮多的 也感触蛮多 所以唱起情歌来会比较投入 首张一批名为Yellow 主持人说 Julio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说法 有时说自己喜欢黄色 有时说自己的父母都姓黄 而这次Julio又会怎么说呢 其实叫Yellow是 我觉得Yellow是跟我非常贴近的东西 然后加上它是Hello的谐音 就想说用这个这么有代表性的东西 就跟大家say hello 就跟大家打招呼 管启文老师表示 第一眼见到Julio的印象就是很邋遢 阿关老师还说 在Julio身上看到阿牛和张觉龙以前的影子 这对自己很邋遢的说法 Julio也承认自己以前真的很糟糕 其实我以前觉得邋遢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我觉得 现在已经开始懂得 为什么他们说我邋遢不好 因为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拿那个TV拍下我的一些邋遢的东西 就是坐姿很歪啊那种 之后我看到哇原来这样难看 那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邋遢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后来就再改变了 以前非常倒霉的Julio在换了名字后运势明显变好了 就连找停车位也帮便了许多 我觉得倒霉 现在比倒霉之前好了很多情况 因为之前真的真的是蛮倒霉 现在偶尔会有一点好事发生 比如有时去找parking 去找停车位的时候会比较顺 就是一去到那种地方就找到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暂时比较明显的一个东西 朱柳黄明镜首张EP Yellow收录了五首新歌 其中还有一首用各种语言告白的Hidden Track 另外唱片公司这次也用了一位新兴导演为朱柳拍摄MV